不结婚 那就订婚 要不然我就打死你 您打死我吧 您就别为难他了 好吧 哪有您这样逼婚的呀 你屋里藏着谁啊 都是你的藏着是谁啊 说话 还没是谁呢 你们还没醒啊 你不断断这样 你毁人家公子清白 我进去打死你了 我让你去跟你爷爷 亲自谢罪 不是 奶奶 别吵我电视我求你了 要打回去的 又忘了你 等等等等 您打我没事 您自己别累坏了 不知道 再说了 您去看了不合适 你也知道 人家看到了不合适 我今天不打死你 我就不是你奶奶 奶奶奶奶 奶奶 奶奶 你别打他 我是自愿的 小杰你别护着他 奶奶是个民事里的人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他让你今后没办法做人 我就打他做不成个人 奶奶奶 奶奶 我真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觉得自己吃亏 你打他还不是打我呢 小姐 咱给你妈打电话 你们家要杀要滑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奶奶真不用 我妈知道 你妈知道你们这样 反正 我妈知道我离不开陈迈东 那也不行 奶奶就是在过来的人 我就见不得这个 不然 报警解决也行 奶奶 求您了 跪下 我为什么要跪下 就凭我眼睛里揉不进沙子 你不要脸 人家小杰还要明洁呢 既然走到这一步 必须要结婚 不是 你能不能别瞎做主啊 我们俩的事 我们自己商量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难道你要对他使乱中气 还是小杰 你要对我孙子使乱中气 奶奶 我绝对不会 那 这也太突然了 好 不结婚 那就订婚 要不然我就打死你 您打死我吧 您就别为难他了 好吧 哪有您这样逼婚的呀 你 我 我 我追他 小杰 你放心 到任何时候 奶奶都得对你够意思 女孩有女孩 够 够 够 什么 这够什么丝啊 够子就是女孩的意思 够子 够意思 女孩就是够意思 是 奶奶 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的盟友 我现在很确定 我未来的生活里 必须要有他 虽然 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我相信 日后一定会找到的 奶奶 怪我不知好歹 您别气了 不是 你这对贵什么贵啊 是奶奶不讲理 是给订婚 都听您的 赵姐 你不用这样 借着买一圈就行 不要碎钻 不值钱 好 大家伙儿注意了啊 再播放一遍喜讯通知 今天要跟鸡他们家 喜堂开放顶取 小新服都穿上了啊 行了 别嘚瑟了 现在全镇 谁不知道你俩都已经订婚了 真的是 是 不是说谁家不办个喜事啊 怎么到你们这儿 这订个婚 这都扬眉吐气的 啊 哎 你奶奶 庄姐妈 每天在小镇上 溜好几圈 恨不得拿个大喇叭跟那儿 吃不吃虑的呀 那怎么了 那不得让镇上惦记 我们家陈牌东的姑娘死心吗 没有